在柏佑家做社工差不多四年 有的時候你進去小孩家裡 其實會發現說要改變小孩 不就是改變家庭 真的是不簡單的事情 有的家裡單親 不就是低收入戶 不就是隔代教養 現在外籍新住民媽媽很多 這工作困難 所以他的收入其實是不太 我們就是另外用一些殼 不就是另外一些時間去跟孩子說 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 不就是家裡的經濟比較不夠 我們就可以去生親一些補助 不就是人家去募集一些主員 主員去幫他盜三天這樣 有的時候你偶偶看到孩子大閒 或是看到家庭有轉變 其實你的感覺是歡喜的地方 好 婚人中心從99年開始 就在這裡開始跟小朋友 讀演藝 讀收學 讀閱讀 到目前為止 我婚人差不多有100個兒子 在這裡上課 我跟11間的國小 還有6間的國中作為合作 希望說可以讓這些孩子 公開有人指導 學習的成績可以越來越進步 我們知道其實要透過教育 來幫助這些孩子脫貧 並不是說讓孩子來科普班 一直學習就可以達到目的 所以柏佑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會持續再追蹤這些畢業的學生 在就學就業的部分 我們就是想要在他們最後一理路上 其實再加把勁 就是幫助孩子可以認識更多元的科系 然後甚至到職場去參訪 那甚至像這一次性集也特別 派出兩位主持人 來為我們做職業達人的分享 因為在偏向或是弱勢家庭孩子裡面 這個家庭裡面其實他們沒有看到太多的職業類別 有時候在選科系或是選工作的時候 那個整個視野很侷限 那希望協助孩子打開他的視野 然後以後以他的能力跟興趣 去做更好的選擇這樣子 我們期待跟幸吉一起攜手引領孩子 照亮孩子的未來 大支持大希望回家 耶